至於為了專營巴士繳付隧道費的安排 雖然原先是屬於與西瑞專營公司整體協議的一部分 但是為了港大市民乘坐專營巴士的福祉 我們會繼續探討相關的安排 但是由於需要與西瑞專營公司重新商討 我們不會低估商討過程所需要的時間 以及當中所涉及的實質困難 而就著大嵐隧道 我們亦都會與相關的專營公司繼續探討 可否為使用大嵐隧道的專營巴士作出類似的安排 讓乘搭專營巴士的市民的車費負擔可以長頸得以濕活 我先回答三稅分流的問題 因為我回答這個問題比較有權威性 可能陳范局長也不介意再一次 在2023年西瑞的擁有權回歸政府之前 我們不會再處理這個問題 不會再處理透過隧道費的增或減去達至三稅分流這個問題 但當然陳范局長已經列舉了一系列去解決或者去處理某一些地點的交通的擠塞的問題 甚至更快地過渡到一個智慧出行的情況 這是我給運防部局長的任務 盡快做這個智慧城市的工作 至於這個所謂兩次撤回 哪個負責任呢 容許我解釋一下 它兩次的性質並不相同 第一次撤回 當時我身在海外 我在瑞士出席著達玉斯的世界經濟論壇 但是我就留意到我們開通中環灣仔擾道之後 由於我們還未開通臨時街那一節的路 就在交通上出現了一些問題 那麼擔心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議會的討論是不是全面掌握中環灣仔擾道 帶來了篩碎的剩餘容量可以分擔一些那個效果 那就是說捉錯用神 因為你是基於一個短暫 它未真是全面開通 帶來了那個交通的流量的順暢 而作出的判斷 所以是那個原因 是我要求運防局局長就先收回 然後再等我們中環灣仔擾道在第二期 都開完再改善一些道路交通的標誌 等到市民或者駕駛者 是清楚感受到中環灣仔擾道開了之後 其實是順暢了 於是是更加可以 或者你說分多些的車去篩碎 而不會再造成篩碎都很篩濕的現象 那就是說是一個撤回 是一個比較希望有一個好一點 理性一點的環境來討論 而明天的無約束力的動議我們撤回 是很現實的 就是不夠票 因為昨天我留意到 各個政黨都出來表態了 都說我都不可以支持了 那我們是很實在數到是不夠票 而且不是欠一票兩票 而且明天不是一個決定性的投票 明天是一個無約束力的 如果我們用盡九牛二虎之力 又叫這個避借 叫這個走開 這樣才過了都沒有意思 就算是因為他們有殊不足的 而且是歪了 這樣才會明白 我們就是在過了 前面的面對 走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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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開